嗨,大家好,我是中文投资长的分析师Brand,欢迎收看今天的步步为营,今天市场三大指数分化很严重,纳斯达克涨了1%,道琼斯没动,整个日内道琼斯基本上就横在那个地方没什么太多的变化,一直在那个地方做横盘整理,在纳斯达克涨那么高的情况下一直做横盘整理,那我们逐个来看的话, 道琼斯这边他应该是突破回踩,突破了30分钟的整理,突破整理完了之后,现在打了一个回踩的状态,一般情况下是突破回踩完了是不是再走高呢,应该是这么个情况,那标普今天前两天没有突破,但是标普今天已经给突破了,标普把这一段时间比较重的压力点4480都给突破了,那么在今天标普早盘掉下来吗? 因为我觉得早盘掉下来还是很正常,符合我们原本的预期,这是一个上升通道,早盘打到这个地方预阻回落,我觉得怎么样也能跌到个4420吧,但是跌到440之后就开始反弹,再加上纳斯达克整个日内表现的那种强势的状态,我再看看连Facebook表现都那么强,我就感觉看来是要突破了, 所以我今天早盘的时候开盘没多长时间,我就把一个多小时以后,我就把整个的做空仓我全部给了结了,整个的做空仓了结了,那么SQQ我领走的时候是一万股,但我领走的时候还是有利润,所以这一次做空的时候我们大账户还OK了,没有什么影响,还是有利润的大账户,但是小账户不好,因为小账户做了NQ,NQ这边有亏损,导致小账户的状态不好, 但是大账户还OK,因为SQQ走的时候还是盈利的,因为毕竟我们的第一仓的初始仓是建立在这里的,然后下来之后捡过仓位,只不过回踩的时候再加过仓,所以SQQ就是少赚了好多钱,然后小账户这边的NQ我也是很痛快的都给他指掉了,不再持有,但是卖掉并不代表我已经开始去看多这个市场了,不是,我是看多,但是我也不敢做多,看空我也看空,但是我也不敢做多, 我也不敢去往下做空,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是看空不做空,但是轻指数中个股挑一些好的个股,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做的,NQ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达到这个压力点了,这地方做多的话,我是真来不了,那我只能等一个回踩,你说不回踩,只能来回的抖,来回的震,那也行,来回的震的时候呢,我们再去做一个这种,这种级别的做多,倒是可以考虑,但是如果没有pullback,或者是没有这种级别的震荡的话,我应该是不会去进场的,但我今天呢,我还是开了几个, 多头,一个呢,是中盖,开了个中盖,我觉得有一些中盖股还都可以吧,你比如说,我就以中盖的整体来看的话,kweb,我感觉这个位置上看起来还可以啊,这个地方整个,是一个局部的上升三角的一个状态,我还是觉得,或者收敛型三角,我觉得中盖这里,可以参考一下,应该会给一个方向,这个地方震荡,现在小军现在拖着,我觉得往上拖的概率应该是比较大的,然后呢, 区块链的概念,就是ROT啊,MRA啊,就是挺多的这种区块链的概念产品呢,我觉得表现的也还是挺好的,因为比特币,上个周没来得及讲比特币啊,比特币也打了前期的压力点了,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突破,反正大双顶摆在这个地方,我感觉能突破,所以呢,我们就试试吧,有点比区块链的这些概念性的产品,看看能不能继续跟着往上涨,主要是挖矿的那些东西了, 我感觉这里应该是可以突破的,所以我看了ROT啊,本来ROT这种东西都是不涨的,不跟着比特币涨,但是今天还是涨得很凶,所以呢,我觉得这种产品应该还是不错,但我没买ROT,因为比特币是那种造型的,是一个大双顶的造型,你看看要突破,它呢,上去之后下来,再上不去了,横在这地方不动了,所以我不看好这种东西,上个周我告诉大家,HUT是不错的, 然后呢,还有那个MARA,如果呢,你真要做比特币概念的话,应该是挑这种性别的产品,去进行交易,行,呃,这个是大盘,然后呢,区块链啊,然后还是之前我们推荐的那个,呃,咖啡股,依然还是不错的,我看今天又涨了个8%,那咖啡股也给我们开始带来了,还算OK的这个利润吧, 那我还是继续持有,呃,不知道的,大家是ORIMA去获得,那有人问我NVAX还是否在持仓,我还在持仓,我前两天还加了一仓嘛,前两天在底下的时候,我加了一点NVAX,但是呢,NVAX啊,它现在还是一个箱体整理,这一点呢,是没什么问题,呃,箱体嘛,就是等待方向,你不知道它是能上去还是能下来,但是哈,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点,它现在呢,被均线压制,有一点空头排列,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,空头排列, 你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这个200周期均线,就此就会压着这个产品,如果是,它不排除,以后会走下降通道的,所以呢,千言万语,我是觉得说160这个地方是技术形态上面的止损点,该指还是要指的,160是技术形态上的止损,那么如果它不走这个下降通道,比如说明后天,它把这个下降通道给突上去,那我觉得就,呃,岁月静好,这个产品呢,应该还是可以去关注这个箱体整理,然后重新的选择, 去向上做一个突破,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看看这个200周期均线,能不能给上去,这个是nvax的一个处理方法,因为我这边看了一下mrna, 我感觉还行,这个图形看起来的话,应该还是可以的,应该还是有,继续往上涨的这种可能性的, 这个是大盘,然后这个,回到那个指数上面来讲,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做空吗,做空这个市场,我们持有的这个空头,现在完全涨出来之后呢,我觉得,我觉得大盘应该是反转了,我承认应该是反转,所以我今天呢,我也在,哪怕我觉得应该会有回踩的情况下,我还是坚定的止损掉了, 把该止损的止损,该止盈的止盈,但是吧,我就感觉这个位置上面,去新高,但是去新高的路程,未必是一帆风顺的,可能会挣扎,可能会争夺, 那大家要参考一下,我们先不看之前参考,我们先走着看,我觉得去新高之路,未必是挣扎的,所以呢,我还是那个观点,这个地方不回踩, 它不向下去回踩,或者说没有一个高位的横翻整理,我是不会经常做做的,我会眼睁睁的看着它往上涨, 然后呢,资金也既然已经回笼了,我们有很多的资金嫌疑,那就做日内呗,哪个日内交易,不行,日内去买点苹果,或者阿里巴巴, Facebook这种大型权重的日内,也是很安全的,所以呢,我是这么个想法,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半导体板块, 半导体板块呢,AMD很强,NVDA也不弱,但是这个均线呢,还是我讲的那个问题,均线没有修复, 所以呢,我还是在等均线去进行一个修复,均线不修复的话,这个东西下手,是有点困难的, 我感觉有点风险,所以我在等,所以每天还是,我们同一时间,会给大家去跟进这个大盘, 我的想法和观点,然后呢,错了,我们就改正,然后呢,就犯,而且我现在,我跟我们会员讲, 我不觉得这一轮,我做错了这个大盘,因为NQ,我们的,因为那个SQQ离场的时候,我们还是盈利的, 但是呢,这一轮呢,在小小账户上面犯了一点资金管理的错误,这个是问题, 在已经有很好的利润的情况下呢,没有take profit,还有一点加注去做空了, 所以在小小账户上面,犯了点资金管理的问题,大账户还是一切正常,小小账户的问题, 指了,指了之后呢,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,然后呢,我们从头再去开始, 重新去进行这些交易,但是要稳,要起稳之后再看, 然后那个,钢铁性的产品呢,今天呢,摩根斯丹利下调了, 因为X,X呢,自己抱了点,说自己展望不行, 然后呢,对整个行业的预期不行,所以呢,摩根斯丹利顺手也把他的这个评级给下调了, 影响到了整个的钢铁类的产品,那今天煤炭股长得很好, 沃尔老师给了大家,13只煤炭股的这个ticker, 然后其中有几只,基本上长得都很好,希望大家都有所参与, 以后我们给的名单呢,还是大家还是要用的,还是要来看的, 包括我给的这个咖啡股,也还是不错, 所以下次给名单的时候呢,大家还是要来问,要来获得, 那这个钢铁类的产品呢,今天早盘因为消息原因暴跌, 暴跌下来之后又强势的向上去拉高, 涨得我觉得呢,还涨得还是挺好的, 我觉得只要不跌破,因为呢,已经反弹了很多了, 我觉得只要不去跌破20块3,还是有机会做多的, 可以关注一下,不跌破20块3,我觉得还是可以的, 另外这个zoom,这个图形也有点帅, zoom的这个图应该是要去奔着50天线, 起稳之后应该是要去填缺口的图, 所以我觉得zoom也是不错的,可以作为大家短时间之内, 在这个市场当中要追逐上涨, 或者说是轻指数重个股交易的时候, 可以选择的一些方向, 好,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,